羅志祥被爆出各種渣男事件後 名聲一落千丈形象整個大崩壞 而他手上的各大節目似乎都打算解除合作關係 尤其是選秀節目創造營2020 由於參賽選手都是一些年輕小妹妹 讓網友們紛紛強烈抗議必須換角 就有爆料指出吳亦凡將會取代羅志祥的導師位置 不過引發關注的焦點不止如此 原生的導師陣容還有陸涵及黃子濤 若吳亦凡真的加入該節目 將會是三人推出EXO後首次合作 2012年以EXO在韓國出道後 只當了短短兩三年隊友 分別在2014、2015年各自提出退團的他們 雖然這幾年之中也曾經兩兩合體過 像是去年吳亦凡黃子濤就在跨年舞台上破冰同台 本月初吳亦凡和陸涵甚至合作出了首新歌 但三人始終沒有一起出現過 讓老粉絲都十分期待這次會不會真合體呢 除此之外陸涵日前在直播中也毫不避諱地提起兩位前隊友 過兩天其實有一個你圈內好友也會來 是你的圈內好友 誰 你猜一下 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三個字 他也會唱歌跳舞 嗯 黃老湯 哎反正不要哭了 沒有 不是黃老湯 不是嗎 再猜一下 他有一首歌就是跟痴有關 哦 跟痴有關 嗯 玩比較大 看老吳 痴有關 對對對 然後那個 就玩大啊 就玩大啊 千萬別虛榮心作祟 就來期待一下合體這瓜會不會成真囉